今天咱们去找一找美国的奇葩零食 老外爱的不行 咱们根本都吃不下去 哎 兄弟们 我发现他们这个肉类的零食都挺奇葩呀 您瞅我这看着确实不咋地 这个更夸张 像魔法棒似的 咱买这个回去尝尝 咱们再来薯片区看一看 这千七百怪各种牌子实在是太多了 其中有一个我感觉特别奇怪 就这个Taki's 有没有感觉他们这个颜色用的都特别大胆 这个是纯蓝色的 咱拿回去尝一尝 这个牌子的糖还有不同动画片的主题的 玩具组农员 宝可梦 其他的我就不认识了 那必须得来一个儿时的回忆 这不皮卡拉丘吗 看看里边装的是啥 都说美国的果冻巨难吃 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鞋 看看这个啥味 肉贵的 这就算了 草莓 芬达味 这个sour patch 应该就是那种特别酸的软糖 我看中这个了 五牙六侧的 咱就来它了 一共花了十九点三八斗 全都买回来了 咱一根尝一尝 先看看这个 看美国的果冻好不好吃 打开之后是两板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标签 感觉有点劣质呢 像我小时候吃那个五毛钱一个的酸奶 这个吃起来就是一股廉价的味道 有点三无产品的感觉 它这个口感不像是果冻 像是那个劣质的炼乳 然后里边加了很多白砂糖 这一个布丁里边有十六克白砂糖 我的妈呀 这血糖我都标上去了 咱再尝尝这下一个 宝可梦大理包 这里边装的是啥我都不知道 合着它是一包一包的软糖啊 这不是吉尼古音吗 这里边装的是果味软糖 好家伙 弄了半天这么一大盒就是小熟软糖啊 这个上面的动画我觉得都已经够敷衍的了 你们能看出来这个是皮卡丘吗 而且这个软糖一点都没有嚼劲 直接一咬就化了 马上满口白砂糖的感觉 这美国的零食也太敷衍了 这美国的零食是真难吃啊 还有我在拼多多的零食福袋活动里 偷到了一大箱网红零食 春天美好生活 我零食寄福利 百款零食大理包 现实零两秒啥 有吃的有喝的有甜的有辣的 元气森林气泡水 零糖零卡放心喝 乐视薯片 原味番茄清零是经典款 虎皮凤茶理包 酥染入味一口脱骨 更多惊喜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或者点击评论区置顶蓝色链接 活动无门槛 点击直接开抢 两三秒 抢个收货地址就有机会报优到家 链接点击来有更多惊喜福利 看视频的宝子都能领到大体高 链接在就是还没抢完 领一份少一份 冲吧 咱下面尝一尝这个能量金箍棒 我还有点好奇 这个看着还可以 打开之后是六条细长的肉肠 有点像我小时候放的那个雌黄 这里边看着也不像是肉肠 看着像是山楂糕的感觉 咱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这该说不说 已经神似咱们中国的辣条了 就这个厂 我就米饭吃我都觉得咸 我很难想象有人空嘴能吃好几个人 下一个啊 Takis 据说这个包里边薯片都是蓝色的 吃完整个舌头都给你染蓝 这个东西感觉看起来确实是有点邪恶呀 挖蓝挖蓝的 哇 那个蓝色上面有特别大的醋味 我觉得这个就比刚才那两个好多了 这个吃完之后手都是蓝色的 变成蓝巨人的 舌头给我长得确蓝确蓝的